大家好我是Paul周一到周五英文一期讀 我们之前做过有一个quiet quitting 就是我们好像翻译成安静词制 可是其实就躺平的概念 就是你拿多少钱做多少事 那今天有另外一个词 跟它基本上差不多意思 act your wage 位置有薪水的意思 那你的薪水多少 你就怎么样去act 你拿2万块的薪水 你就怎么样act成2万块的 薪水的人 这我听起来怪怪的 好anyway 而且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一个 整个网路都在讨论 网路沿上 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个事情 网路就爆了 全网都封了 这要怎么说 你可能会想说 这个东西在trending 没问题 trending就正在流行 对不对 那有没有别种说法 有 今天看到一个还不错 就把什么东西给烧起来的概念 所以这边来看一下 so how to act your wage according to two millennials who did it if a company is paying you let's say minimum wage you're going to put in minimum effort 跟我们刚刚讲差不多 翻译一下 所以你要怎么样 就呈现出你拿多少薪水 该做多少事情的一个态度 所以根据两个millennial millennial就千禧宝宝 所以总之就是 2000年前后生出来的人 现在大家都20多岁 我们就叫他们millennial 如果一个公司 付你minimum wage的话 so if a company is paying you let's say minimum wage 那minimum wage就是 法定最低薪资 那你就要放进 最minimum的努力 所以付你最低薪资 你就最低努力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叫做 act your wage cool OK 来 然后他这边呢 他一开始讲了一个 算是编了一个故事 好 所以 这故事是 a boss tries to give her employee Veronica a stack of papers to work on overnight 所以一个老板 试着给他的 employee 员工 员工叫Veronica 给他什么呢 a stack of papers 所以一堆纸 我们可以叫 a stack of 还有a pile of pile也是一叠的意思 所以想办法 给他一叠纸 然后来 一些文件 然后让他来 就是overnight 所以啊 你回家坐 坐完明天交给我 那结果 这个人的回应就是 respectfully Susan I'd rather spend time with my family 所以Veronica说 那respectfully respectfully是什么 那respect你知道是尊重 所以respectfully就是 啊 就是你现在要跟这个人说 啊 我对你很尊重 可是我要说一些 你不喜欢听的话了 OK 所以这算是一个 就是你可以把一些 不好的讯息 前面做一个铺陈 所以这个类似中文的 哎 恕我直言 你知道恕我直言 接下来就是不好听的话 对不对 所以这里的respectfully 一样的概念 那有另外一个说法 叫做with all due respect so with all due respect 逗点 然后加主持动词 不好听的话 就讲下去 OK 所以就恕我直言 但是我是尊重你的 so respectfully with all due respect 都可以 好 所以他这里就说了 哦 不好意思哦 Susan 我宁愿花时间 跟我的家人一起相处 这样子 然后呢 他还拒绝了一个 6点30分的zoom meeting 天下很屌 so it's outside of her working hours 那刚刚这个故事其实全部都假的 这个是他把它做成TikTok的影片 然后就有超多人觉得 哦你好棒 so Veronica and Susan aren't real There are characters played by 30-year-old content creator Saray Soto 那这名字我有点不太清楚 那总之 他的TikTok 重点就是Quiet Quitting Act your wage 对不起 好 所以他这边就说了 他想要穿他的一个讯息是 你需要assert boundaries at work 所以工作场合上 你需要能够去画下你自己的一个界线 让老板跨不过来 所以assert就是去来 assert好难说 因为assert在托弗亚斯的那个写作里面 我们也常拿出来用 就谁主张一件事情 叫做assert 那要maintain啦 suggest啦 states啦 emphasize这些的 都可以拿出来常替换的一些词 所以我们翻译成主张是可以啦 所以他就来主张你的boundaries 你跟老板之间要 跟工作间有个界线 然后这个东西就得到很多人的喜欢 所以wrecked up millions of likes and views wreck这个字 一般来说是价值 不是成价那一种价值 成价那一种 你就要shelve都可以 这个wreck是那种衣服店挂衣服的 好那种就一根杆子有没有 然后你就可以挂挂挂挂 一件一件用那个衣架子挂在上面 那个叫做 那个比较接近叫wreck OKwreck 还有像是 像车子上去放脚踏车的那一个架子 你知道在说什么 很多人车顶有那个东西 你就可以绑一些东西在你的车顶上 例如说脚踏车或者甚至床之类的 那那个也就是一个wreck 那个也叫它bike rack之类的 所以能够放东西架东西用的东西 就叫做wreck 那它的动词呢 就是去像是你把东西挂在上面一样 所以你就可以wreck up什么东西 OK 那有点不好意思还是要讲一下 另外一个wreck的意思是 女生的身材 OK就是前面胸部的部分 有一个不错的wreck 对不起 讲到这个东西 好了无所谓 大概也没怎样了 来 下面讲的这边是一个 也是重要的有趣的文法 读给你听 那可能有的人会觉得 好这什么 这是英文文法吗 没有错 所以人们就只是真的觉得被看到了 所以大家透过他们这些跟老板划清界线的影片 人们觉得他们本身被看到了 所以他们在这个影片中看到了自己 they really feel seen 所以feel后面接形容词是非常正确的用法 而动词可以用ing或者用pp的方式变成主动或被动的形容词 so people feel seen 大家听懂我意思哦 so they feel heard 他们感觉到有被听到 OK 然后最后一个 they feel like someone is standing up for them 所以feel like后面可以接句子 这是没问题的 feel like可以接名词 也可以接句子 OK 现在的天气慢慢感觉像秋天 it feels like fall it feels like autumn now 诶很没问题 所以feel like接名词 不是接形容词 OK 你不能说it feels like cold 这很奇怪 除非你的cold名词是感冒 这个扯太远了 好了到这里OK 来我们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就是我这里多说一个 就是make这个动词 也是可以做同样的处理 你比较熟悉的那种实义动词的用法 可能只会是make后面加受词 然后加一个原型动词 例如说我逼着你做假释 I make you do housework 这没问题 make you do housework 那do就是原型动词 我要你插桌子 I make you clean the table 一样 make受词加原型动词 clean the table 可是make加完受词 也的确可以加主动被动的形容词 这绝对也是没问题的 OK 所以make something ing make something pp都OK you make the story interesting 可以吧 所以让你的声音被听到 我们也可以用make your voice heard 这是没问题的 OK 这是自己写出一个东西 这并没有例句就是了 好 我们再往下看 yes 所以这边有个片语叫no stranger so something somebody is no stranger to something 所以这里一个主词 is no stranger to something 所以这个句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表示说你对什么事情是完全不陌生的 而这边这个陌生用的是陌生人这个名词 so somebody is no stranger to something OK 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片语 所以Soto本身就刚刚这个人 他对quiet quitting也是不陌生的 所以the act 什么叫quiet quitting呢 逗点后表演 做一个补充 which is the act of doing your job and nothing above and beyond 我们有上个礼拜才讲过 above and beyond这个片语 就是你做的很超过 就是你不是只有做百分之百 你做了百分之五百 这句叫做go above and beyond 不见得是够当动词就是了 OK 好酷 所以他觉得呢 就是我们来维持住 我们精神上的健康是比较好的 so she's done it before to preserve her mental health in a terrible job she was miserable at OK OK 来 那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了 说什么 就是那个什么 让全网都 来 所以the trends of quiet quitting and acting your wage has set the internet ablaze 所以set the internet ablaze 就是我刚刚说的 可以把它翻译成是 让全网都疯狂了 OK set the internet ablaze 如果你今天讲 set something on fire 其实也 这个片语也是有的 甚至可能更常见一点点 就是把什么东西给点燃燃烧了 例如说我对你很不爽 把你家烧了 这什么心 不行 OK but 但是我讲成英文 I set your house on fire Yeah OK 例如说 现在正在暴动 那一群年轻人把路边看到一台车 不管是谁的 就把它烧了 so they set the car on fire yes so they set something on fire 可是fire 你可以用a blaze blaze这个词 本身也是火焰的意思 OK 火苗 火焰 blaze 这样子 好 所以 其实这个片语还蛮简单的 说实在 没什么了不起的 好了 然后minimum wage是这个 最低薪资 最低薪资 像加拿大的最低薪资 我觉得就 我刚去的时候好像才6块半 然后到现在不知道是多少 至少已经翻倍了 我如果印象没记错的话 所以人家的薪资是真的有在涨 而不像我们台湾 真的我觉得 我都回来台湾十多年了 刚回来的时候 大家说 这个大学毕业22K 现在好像还是差不多吧 大学毕业有三万了吗 我不知道真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加油 我觉得 好 那所以付多少钱 拿多少钱做多少事 这个概念 我其实还蛮同意的 那我知道很多鸡汤的那些 就你知道 讲鸡汤大概也懂了 就很多鸡汤文就说 你要什么怎样 多努力老板看到 或者是你 but you know you can try your best to work hard under somebody and change your life I'm not saying that is impossible I'm not saying that is impossible 但是 但是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个人是觉得 除非你工作的公司 是一个非常赚钱的公司 而且你所做的一切 能够程度上会回报 OK if your if the effort you put in gets proportionally rewarded then you know work hard by all means you know work your ass off otherwise if you get a fixed pay don't bother OK you're only making money for your boss OK you're helping your boss make money you're making money for the company and the company doesn't necessarily give you a fair share of the profit so why bother 我个人真的是这样觉得 so most companies in Taiwan I think you know need to come up with a fair reward system and a fair evaluation system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当然很多人都说 啊 本来每年年底 都有打考级 很多公司都有的 you know they give out performance appraisals performance assessment right so year end performance appraisal to their employees they do that 可是 可是真的有 就是有按照比例的 去回报他的员工吗 but do they proportionally reward their employees right for the good job that they've done throughout the year I don't know 我觉得 绝大部分是没有的就是 but 可是我们又反过来看 but do most companies make that much money that can be shared amount their employees I don't know either OK 很多公司也是很挣扎着 老板 因为老板是投资人 他当然是 有比较多的这个 stake involved right 他必须去租房子 他承担很多的水电 房租的风险 right so the employer usually have a far more have far more vested interest in a business and they are the people who are invested in a business far more than the employees or the employees basically have nothing all they do is sacrifice their time right they devote their time to the company so it's not fair to say that that the boss is selfish and keep all the money to him or herself it's not fair to say that but how to find a balance you know between the two i guess is the point and i guess that's a topic for another day 好啦 这拉拉杂拉车了一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